說到各國的情報組織 民生最為響亮的 當然要算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CIA了 美國的盟友少不了他的存在 而和美國內場敵對的國家 則是恨這個組織 恨得牙癢癢的 而好萊塢的片商呢 更是喜歡用CIA相關題材 來拍攝電影票房 也履創扎機 既然打開世界之門 就要帶大家一起來了解 這個名號如雷貫耳的CIA 這應該就是大部分人 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想像 事實上可能也是如此 不過CIA探員應該沒這麼帥 否則就太容易暴露身份了 作為全球最大最強勢的情報組織 CIA的厲害也是經驗累積而成的 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霸權 杜魯門總統認為美國應該要有一個 類似英國軍情局第六處的情報機構 專私外國情報 中央情報局CIA於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號正式誕生 總部在維基尼亞州蘭利市 然而一開始的CIA運作還不夠嚴謹 比如一九五零年CIA對韓戰中 中國是否會出兵參戰判斷錯誤 導致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蒙受巨大損失 而許多時候CIA進行的任務表面上看起來十分成功 但是卻帶來無從勁的後患 比如上個世紀八零年代 CIA成功協助阿富汗抵抗蘇聯入侵 卻也間接扶持了當地武裝組織 最後阿富汗的恐怖組織成為美國無窮的後患 CIA的任務當中大多數都是見不得光的 比如干擾敵對國家政府運作 資助推翻敵對政府的組織 還有刺殺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的人 CIA不但操控過民主國家的選舉 無數次顛覆立場敵對的外國政府 就連南非知名人權領袖曼德拉 當年被逮捕的行動 也有CIA在幕後協助南非政府 不過影響最深刻的失敗案例 恐怕要算是著名的侏羅灣事件 一九六零年代CIA企圖推翻 古巴共產政權失敗 加上之後多次行刺 古巴領導人卡斯楚失守 導致美股兩國關係 極度惡劣了好幾十年 有資格領導這樣一個機構的 究竟是什麼人呢 歷任CIA局長中知名度最高的 應該要算是老布希總統 老布希在一九八八年當選美國總統 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參選並當選總統的 卸任CIA局長 而現任CIA局長是一位女性 名叫哈斯佩爾 她也是史上第一位女性CIA局長 而且是由基層做起 儘管她個人從來不使用網路社群 CIA卻早在二零一四年就開設了推特和臉書帳號 華盛頓郵報還在當初的報導中說這次你終於知道中情局在追蹤你 二零一九年四月CIA也發布了第一條Instagram動態 順便附上一張辦公室照片CIA發言人透露 開設Instagram賬戶是為招攬人才 吸引年輕人關注 同時拉近CIA和一般民眾的距離 世界和時代都在轉變 就連美國的主要對手都從俄羅斯變成了中國 不過刻意預期的是 只要國際社會的明爭暗鬥不斷 CIA的傳奇就會繼續下去 華視新聞網號梁壽文專題報導 發言人說